主持人的主持人 主持人的主持人 嗨大家好歡迎來到束褲3C團 今天我們來到了 神送Galaxy系列新產品的體驗會會場 那束褲近期呢 其實大家都覺得我們是耳機頻道 所以馬上就先來體驗了最新一款的 Galaxy Buds Life 那各位可以看到它其實在外觀上面 整體盒裝的大小 我覺得對於這個Size 又再度挑戰了小的這件事情 它可能只有兩個指節不到的一個大小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其實非常的小 它上面除了有Samsung的logo之外呢 它其實下面它寫了就是一個 Buds by AKG 大家都知道就是AKG的調校是非常厲害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昨天晚上的留言 應該說今天凌晨的留言 已經有一些我們的粉絲在詢問說 到底這一隻Galaxy Buds Life 要怎麼去佩戴它 它的佩戴其實 滿特別的 我覺得講滿特別應該不公平 這幾年呢其實對於真無限 要如何讓它佩戴的舒適 這件事情 每一個廠商都下足了功夫 那大家都想出了各式各樣的方法 不管是它用勾的用掛的用耳旗 甚至是反式的耳旗 都想要去挑戰說它的佩戴能夠更好 這次呢Buds Life它提供一個更新的方式 它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其實是一個 真的就是一個 什麼 網豆的形狀 那它在佩戴的時候呢 它其實是 靠的是你耳朵後面的這個耳骨 去固定 再加上前面的這一個地方 把它下壓 它非常的小 其實很多那種小耳的女生呢 配戴起來都很方便 而且你戴起來之後 會有一種入耳式的感覺 但它其實算是一個半入耳式的設計 那我相信應該很多人就好奇 在這種半入耳式的狀況下 它的ANC主動式降噪效果會如何 又或者它在半入耳式的情況下 聽感它的音質會是怎麼樣 未來如果我們有機會的話 再跟大家分享到 我首先拿到這一支呢 是Sansung Note 20 Ultra 那稍微講一下它的規格 它是使用6.9吋 Dynamic AMOLED 2X 的螢幕 在處理器的部分 一樣是有高通或是三星自己的獵戶座 那至於台灣會上的是哪一個 我們之後才會知道 剩下的規格呢其實也不用再多說 因為在昨天應該說今天凌晨 我們的180他們已經好好跟大家做介紹了 我們直接來講講這一支Ultra的手感吧 它整體的手感大小 是對於阿貴像我的話 手其實比較小的人來說 它其實是剛剛好的一個大小 它的握感並不會說真的是大到你沒辦法拿 可能要注意的地方是 如果你有需要選購一些保護殼的話 可能要注意 蠻多人會注意到的是它到底鏡頭後面這一塊相機模組 到底凸出來的感覺是怎麼樣 實際上如果你看到它這一塊模組設計 你會覺得三星的設計是真的非常厲害 可能在其他人的設計這種比較凸型的模組的話 它可能會覺得不好看 但我只能說在Ultra這支手機上面 它這塊模組設計的相當的漂亮 而且有質感 雖然說它真的是蠻凸的 但是凸得很有型 有些人可能會拿它來跟S20 Ultra 來做比較這個相機的模組 它其實它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在模組的區塊 就是尤其是下面這一顆長焦鏡 下面這一顆長焦鏡頭來說 20 Ultra上面它是使用比較是長方形的設計 但在這一邊它三個鏡頭都是使用圓形 你可以更明顯的看到這個長焦鏡頭裡面那個深度 其實是很特別的 你可以更明顯去看到這些科技的用料 跟科技的一些結構 這一次的Galaxy Note 20系列呢 它在螢幕上做到了120Hz的更新率 這邊要跟束褲的朋友講一下 如果你還沒使用過 你要考慮清楚 因為如果你使用過這個120Hz的更新率之後 真的會回不去 你會很明顯發現60Hz更新率的螢幕 明顯非常明顯的會感受到那個頓點 那回到這邊來 因為這120Hz的更新率 讓它在Note X-Pen上面的書寫呢 會非常的跟熟 比過去還跟熟非常的明顯 竟然講到X-Pen 它有一個語音同步筆記的功能 過去你可能在書寫筆記的時候 如果你是有課堂上的錄音 你必須要先打開錄音的APP 然後再去打開你的Note 現在不用了 你直接在Note裡面 它就有一個錄音的功能 你就可以直接開啟之後 將課堂上老師所講的東西 直接隨著筆記 在一個APP裡面就可以完成 那如果對於全系列還有任何的問題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會盡可能去幫各位找到答案 就像是這隻耳機 我們終於知道它佩戴的方式是如何啦 又或者是希望我們開箱哪一樣的產品呢 也可以跟我們說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還有粉專科技網站 Telegram 蝦皮賣場 我是阿貴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